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三炮小工坊 我是金盘解说炮哥 本期炮哥带大家看一部烧脑片神探 这部影片的内容可以说是让人回味无穷 越骄傲越有劲 首先剧情开始讲的是一名警察 阿神正在破案的事情 阿神的破案方式很独特 一般人根本看不懂 不但一般人看不懂 甚至就连阿神的同事们 也只能一脸懵逼的待在旁边看着 或者打下手 至于警局里新来的同事 看到阿神这个样子 一般都会把他当成神经病 只是让他们不得不服的是 阿神用他独特的方式 却又能每次捋破其案 所以阿神看似是一个神经病 却又是一名神探 然而就在今天 阿神警局里的一名长官退休了 属下们合伙住前买了一条狗 送给他们的长官 当作退休礼物以表忠诚 用狗表忠心没毛病 不过阿神却是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 送给了长官 至于你们问炮哥阿神这是啥意思啊 那么炮哥也只能说 我也不知道 就像著名画家樊高 为什么割掉自己的耳朵一样 高人的想法 不是我们这些俗人随便能懂的 那么阿神的长官 很明显也并不是什么高人 他认为阿神这是在搞事情 所以最后阿神 不但被长官辞退了警察的身份 估计他那只耳朵 也是被长官给喂狗吃了 就这样 阿神被辞退之后 一直待在家的闲着 不过直到一年以后 却突然有一名警察小帅来找阿神 说要请他帮忙办一桩案子 本来阿神是拒绝的 但得知小帅 一直都很崇拜自己之后 还是答应的 毕竟能理解自己 不是一个神经病的人 可是少之又少 小帅告诉阿神 在一年之前 有两名警员 分别是大柱和伟哥 两人在夜巡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名偷警盖的小偷 就赶紧持枪 追赶进了一个小树林里 只是最后不但小偷没有抓着 就连警察大柱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只有伟哥一人逃了出来 并且大柱消失之后 事情还不算完 城市里又发生了三起枪杀抢劫案 而且从案发现场侦查得出 杀人的子探 竟然是出自失踪的警员 大柱的配枪 最后这个棘手的案子 几经转手之后 就落在了小帅的身上 小帅查了一年 也没有半点线索 所以就想起了偶像阿神 阿神在听完之后 假装和妻子争吵了一番 就答应了小帅 至于为什么说是假装呢 因为阿神的这个妻子 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 小帅的心里 虽然很想说上一句神经病 但是想到还要求人办事 所以他肯定不会像血之轩一样 小帅不但拍马屁的赞扬道 大神的老婆就是不一样 甚至自己也假装能看到 阿神老婆的样子 和阿神想象出来的老婆进行交谈 阿神看到小帅如此配合自己 也感到十分欣慰 于是就下定决心 全力帮助小帅托案 只是最后小帅发现 阿神不但能凭空想象老婆 而且还能把一个正常的人 想象成另外一种人 阿神能把一个正在超市 挑东西的女孩 想象成一个小偷 也能把一个站在那里 不说话的警察 想象成一个正在骂他的八婆 不过阿神却是告诉小帅 他这可不是想象 只是每个人的内心 都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阿神却是可以千人一举的感受 并且看到别人的另一面 阿神把这些通称为鬼 就像你在扫完工程号 三炮校工坊的二人马后 想看苍景空的视频一样 这时就会暴露你内心隐藏的小色鬼 当然最后你又发现 炮哥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阿神的比喻 小帅听完之后 似懂非懂将信将疑 接着阿神就建议小帅 先从小树林中幸存下来的那位警察 伟哥开始调查 找到伟哥之后 阿神通过观察交谈以及挑衅等手段 发现了在伟哥的身上 足足隐藏了七种不同的人格 也就是七个鬼 像七宗队一样 好吃贪婪邪恶冲动暴力精明算计 这七个鬼时不时的交错出现 或同时行动 他们矛盾而又统一 阿神感到很吃惊 他告诉小帅 伟哥这个人不简单 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不过接下来还要找到足够的证据才行 于是阿神就开始模仿这一系列案件 发生过程的内容 先是模仿凶手打劫银行押款车 杀了三人的画面 然后又模仿凶手打劫麻将馆 只抢钱不杀人的画面 最后再模仿凶手打劫超市 杀死营业员的画面 虽然阿神的模仿 魏小帅带来了苦不堪言的麻烦 不过好在阿神通过模仿 感受犯人的内心得出 这三个案件分别是两个凶手造成的 抢银行和抢便利店的是同一人 因为他们心狠手辣 不但抢钱 而且还非要杀人灭口 至于抢麻将馆的则是另一个人 只抢钱不杀人 不过线索还是依然不够 接着阿神就和小帅 去大株失踪的小树林里寻找真相 在小树林里 阿神通过到处乱飞的蚊虫得出结论 大株已经死了很久 而且还被埋在了地下 于是阿神就命令小帅 把自己也埋在地下 体会案件的蛛丝马迹 不过小帅却自告奋勇的 请求阿神把他给埋了 他把感受说给阿神 这样阿神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然而阿神刚把小帅埋下之后 就遇到了警员伟哥 不过却又不是真正的伟哥 而是伟哥的七个人格以外的 又一个人格 是个善意的人格 却被伟哥的七个欲望人格 给抛弃在了小树林里 看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就懵逼了 其实意思就是相当于 一个人从善到恶的转变过程中 最后把善念丢掉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阿神却能感受到 伟哥所丢弃的善念 阿神通过和伟哥善意的人格交谈之后 发现真相已经快要水落石出了 但同时也意识到 伟哥的另外七个人格 也正在偷偷全力以赴的篡改着真相 于是顾不上被活埋的小帅 阿神拿走了小帅的枪和警员证 并且还开走了小帅的车 就火速赶往警局 去调取伟哥的罪证 不过同时 从土坑中爬出来的小帅 发现阿神不在 并且还拿走了自己的东西 他感到很愤怒 甚至怀疑自己找阿神帮忙 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然而他却并不知道 此时的阿神正在全力以赴的 帮助自己查案 阿神查到了大柱的失踪 其实是伟哥杀害的 当时伟哥和大柱追进小树林之后 伟哥的枪不小心弄丢了 被偷井盖的小偷拿去了 大柱说要报给总部 不过伟哥却正直被提拔的阶段 如果大柱把自己因为抓小偷 弄丢枪的事情抖出来的话 自己的生殖梦也就泡汤了 于是最后伟哥就杀死了大柱 并且拿走了大柱的枪 然后再回到警局 把自己和大柱枪的档案编号 偷偷篡改了一下之后 就推掉了所有责任 那么现在的话 伟哥就只需要再做一件事情就够了 那就是找到那名偷井盖的小偷 然后再杀人灭口 阿神在调查并分析出 这一系列的真相之后 他就赶紧通知小帅 必须阻止伟哥杀死那名小偷 不过阿神就发现 此时的小帅已经对自己完全不信任了 并且小帅还反被伟哥洗脑 和伟哥站在了一队 如此一来阿神意识到 最后小帅也很有可能会被伟哥杀人灭口 后来阿神在小帅的身上 也发现了一个人格 是一个软弱的小男孩 显得非常的可怜和无助 所以最后阿神还是决定 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小帅 在最后的精彩对决中 阿神就相当于是孙悟空一样 去帮助等同于唐僧的小帅 去杀死扮演着白骨精角色的伟哥 不过可怜的他 却被伟哥和小帅两人同时攻击 最后阿神牺牲自己 救下了小帅和伟哥同归一尽 不过阿神在临死之前 却惊恐的发现 在小帅的内心 除了那个软弱的小男孩之外 竟然还隐藏着一个 善于算计的女性人格 这个精明的女性人格 指使着小帅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真相可以随便编一梗 重要的是 加关进绝 生存下去 最后电影结束 总的来说 神探这部影片 就像一个榴莲一样 有的人觉得非常的香甜可口 有的人却觉得 臭哄哄的 这什么玩意儿 故事情节很多地方 也都非常值得推敲 和令人思索 喜欢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别忘了关注 或者订阅一下我